你好,欢迎一起来学习 甘地的道院 在1930年代末到1940年代初这段时间 我有机会参见圣雄甘地 住在他位于婉达的道院中 在此预见了许多温文又具有爱心的人 我住在那里时 曾经仔细观察圣雄甘地 如何照料一位麻风病患者 那位患者是很有学问的范文学者 情绪低落又易怒 可是甘地无比的关爱 悉心亲自照料他 他为我们立下了榜样 他服侍病人的方式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师父要我留心观察甘地 尤其是他走路的神态 而我的确注意到他走起路来 和其他的圣者有很大的不同 他走路的时候好像是和身体分离的 他似乎是在拉着身体前进 像一头马在拉车 他时时都在为他人祈祷 对任何宗教 奸集 信仰 性别 福色的人 都完全没有恨意 他有三位老师 基督 库里士纳 佛陀 甘地是倡导非暴理念的先驱 一直在实验如何扩展人类爱心的限度 如此之人 在人生任何风暴和失恋中 都能够找到安乐 甘地从不保护自己 他永远在保护的是他那条非暴的主张 也就是爱 爱的火焰日夜都在他内中燃烧着 像是一团永远无法熄灭的火 自立和无畏是他所信奉哲学的基石 尽管暴力深深触及他的生命 可是他的非暴精神毫不懈怠 他依然独自迈不前进 他人生没有说过一个抗议的自语 没有对任何人闪过一词敌意 跟甘地同住的期间 我在日记中写下这些原则 第一 非暴和懦弱不可并存 因为非暴是在完美的表达爱 能够去除恐惧 如果因为有武装而勇敢 就意味着有恐惧的成分 非暴的力量是一股强度极大的生命能和动能 不是来自于强壮的身体 第二 真正信奉非暴理念的人就不幸有失望 他安住于永远的喜乐与祥和中 那种喜乐与祥和 不会来到以自己的学识和智力为傲之人心中 他们只会来到满怀信念 能毫不犹疑地专注于一点之人心中 第三 智力固然可以造出奇妙的事物 但是非暴来自于内心 不是随着智力活动而来 第四 仇恨无法克服仇恨 爱才可以 这是不义的定理 第五 奉神不在于传众的岛屿 而是以信念 言语 行为 将一己交出去 第六 甘地信奉的 不是宗教 文化 迷信所造成的壁垒 他所教导 且履行的信念是 所有宗教 皆是手足 第七 甘地所信的生活艺术是 毫不关心自己行为的果实 他借行的是 不忧成败 但只专注于手边的事 而无丝毫忐忑和倔意 第八 要享受人生 就不可以自私地 惯念于任何东西 无所观念 就表示有纯正的动机 有正确的手段 而没有任何学念 也没有任何所想要的结果 放弃行动之人 必然失败 但是能放下回报之人 才会出头 而得到解脱 第九 瑜伽是要把心念 智力 感觉 情绪 本能 人格 每一个层面的所有状态 都予以重新地整合 经由这个过程而变得完整 第十 让自己的咒语成为人生的助障 让他护持我们度过一切灾厄 每一次附送都有一个新的意境 带我们越来越接近神 他能够将人格中负面地转化为正面的 能够逐渐层层深入意识 一一整合其中分化的对立的念头 我在那里遇见了许多奇人意识 例如 Mahadevdesen Mira Ben Pla Bhavati Balan等人 我和干地的儿子Roma Dance成为朋友 曾经带他去寇赛尼一游 那是喜马拉雅山中一个最奇妙 最美丽的地方 感谢你的聆听 愿喜马拉雅山上的大师们与您同在 你好 欢迎起来学习 不是牺牲 是真佛 泰格尔 当我十来岁的时候 常常和一位同门师兄到处旅行 他比我年长二十岁 人称他为来自刚沟锤的 藏西斯瓦米西瓦纳陀 有一次 我跟他去穆苏瑞旅行 那个地方位于喜马拉雅山脚 是一处度假圣地 途中 我们经过一个叫做拉吉普尔的小城 那时候 亚洲大名鼎鼎的诗人 若宾·德拉纳特·泰格尔 正落脚于当地的一些小屋内 我的师兄原本来自穆加拉 和泰格尔的家族很熟 所以我们前去拜会他 他让我们留下同住 结果我们在那个小屋内住了两个月 泰格尔变得很喜欢我 他请我的师兄送我去湘提 尼克塔学习 那是泰格尔创立的一所教育机构 我素来就有一个极强的愿望 要前往湘提尼克塔 终于在1940年到了那里 泰格尔的儿子 若宾·德拉纳特亲自接待我 为我安排来接住房 隔壁就是 势利·马里克吉 他是泰格尔以及其所建立的机构 最虔诚忠实的崇拜者 湘提尼克塔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 最奇妙的道月之一 有几百名学生在那里住宿学习 湘提尼克塔的学生们称泰格尔为上师天 一般民众则对他名字的另一个写法 塔库尔比较熟悉 他来自孟加拉 是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他外点英俊 卓尔不群 举凡宗教 哲学 文学 音乐 绘画 教育无所不经 广为诗人所知 在我跟他同住的期间 我有机会观察他对自己工作的投入程度 他总是在做每天例行的修行 或是忙于写作 绘画 他睡眠的时间很短 白天从不躺下 纵然年老体衰也不改变任何习惯 我见他是一位真正的修行高人 虽说世上所有修行人的目的 都是想能如神一样 但是对于一位真正如神一样的人 例如泰格尔 他不需要去模仿印度的其他神人 来表达自己 那些从事苦行的人 他们的人生贫瘠如沙漠一般 泰格尔与他们不同 苦行是获知开悟最古老的一条道徒 真正的苦行的确值得尊重 但同样值得尊重的是一条更困难的道徒 就是投身入室 与行自己的责任 泰格尔所接线的道徒是 入室但不被世俗所同化 他的一首诗中有句是 舍离而得知解脱不属于我 充分表达了他的哲学立场 他人生的重点不是牺牲 而是征服 人类所借过的伟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那些天宗一鸣 出身即是伟人 第二类是那些因为无私奉献 殷勤努力而伟大之人 第三类不幸的是那些 由媒体和公关手段捧为伟人之人 泰格尔属于第一类型 他是一位极具天赋 才能极佳的诗人和天才 他一生都奉行奥义书的真言 天地间所有寒凝蠢动者 神主皆居住其内 享用他分派给你的 但不可寄予任何他人之财物 我集景阳泰格尔 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包容 最全面 最完整的人 他解决是集全体人类于一生 了解人类的智力以及创造力 他坚信一个人要成长 是可以兼顾自己的社会责任 以及独处的需求 有时我称他是东方的柏拉图 他对东方和西方的看法 深受这两种文化众人所推崇 泰格尔不希望西方人 在心理或外表行为上 变成东方人 他要的是西方和东方 联手进行高贵的竞赛 来推广一个全世界 都能够共同尊奉的最高理念 照他的想法 人类的进化就是人格中 创造力的一面再进化 只有人类才有勇气对抗生物法则 世界上所有伟大国家 所有高贵的作品 都是因为处于高贵的理念而有 理念是创造力的根本基础所在 诚然 人生布满了种种不幸 然而能运用理念 与自己创造力之人就是幸运儿 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 理念是最好的财富 所谓幸运 是帮你在适当的时候 表达出你的理念 和能力的那个机会 泰格的哲学 越过了那些原本会使得真理 变得模糊不清的障碍 照他的想法 长久以来 死亡一直是恐惧和苦痛的源头 因为人没有好好思虑过真理 哦 为死亡迫近而苦 而恐惧之人 应该聆听 学习泰格的音乐 从中学会如何在无边和永恒中 失去你自己 只要将你生命的和学调好 使他们的步调和宇宙的音乐相应和 为了群体的利益 无分难捋 每人都应该奋力获取真理之光 活得简朴 而有智慧 音乐的节奏支持着泰格尔的人生哲学 他的人格因音乐而完整 但非请如此 他的词句和学律 仍然盘旋在今日的诗人和音乐家心中 泰格尔相信 所有的存有 构成了整个宇宙这一个活体 他所散发出来的爱 是他生命能量最高的展现方式 而灵性银河的中心 是宇宙的灵魂所在 在此之前 世人讲的都只是关于神的宗教 但是泰格尔一直在讲的是关于人的宗教 他讲的宗教是一种由狂喜的经验而得来的感受 这是处于最强烈而活生生状态的观点 对于解决人生的苦恶 越超过哲学和行而上学所能提供 神的爱是一种怜悯和人造的回应 神必须要有人 如同人必须要有神一样 久久以来 年花的魂持续地开着花 我被困其中 好像无可逃脱 他的花瓣张开到无尽处 其中的花蜜如此甜美 以至于你像个被迷醉之人 永远无法抛下他 因此你被困住 我被困住 无有就熟 在香提尼科塔住上一段日子后 我决定回到喜马拉雅山中 好好消化我在那个地方所学到的观念 用来谱写出我自己的未来方针 我仍然记得泰格尔诗中 几段有力的文句 我在人生和世界的问题中 所读到的是 泪和喜之转折 在我面前我见到 风的繁忙族旅 意味着人以及法 风急忙去到影子 他激情的所在 让我们远赴海外重新开始 哦 风 再度打造更好的人生 以及歌曲 好吗 感谢你的聆听 越喜马拉雅山上的大师们 与您同在 你好 欢迎一起来学习 环历是清白 我大约在二十岁那年去过新次 那个城市位于庞州普地区的喜马拉雅山中 是个度假圣地 我在那儿遇见一位斯法米 大家称他为庞州普马哈拉吉 他的个子很高 身体强健 容貌英俊 而且非常博学 我接到他时 手中正拿着一把伞 他问 你为什么要多带这个负担 要了无所有 正当我们一起同行时 天开始下雨 既然我有带伞 就打开了伞 他说 你在做什么 我说 我在为我们挡雨 他说 别这么做 这是天与地之间的一个连接 为什么不让我们有这个连接 如果你要和我同行 就丢下你的伞 丢下你所有东西 我看一道 斯法米 就说 这样我会凝湿 他告诉我 如果你怕凝湿了衣服 大可以不穿衣服 自在地走 或者你干脆去躲雨 他这番话影响了我 所以我当下就把雨伞丢在路上 从那时起 每逢在户外碰到天雨 我都能够享受那份情趣 这位斯法米 在冬天外面走动时 也只穿一件薄薄的棉衫 那是他唯一的身外之物 他是一位感官非常敏锐之人 但是他能够完全控制自己对于冷热的感觉 当我们的心透过感官拒绝制外界的对象 他就会惊艳到苦和乐的感受 如果你学会不去接触外界的对象 就能够不受外境所影响 在内在找到更加的乐 这位斯法米非常博学 而且只说英语 他一谈到英国文学 可以讲上几个小时不停 我们也经常在一起讨论 斯法米·拉玛提塔尔的生平和作品 他是英国牛津大学的理科硕士 拉库尔大学 在谢金巴基斯塔基内的理科博士 然而他在校执照的科目 是主张众神议题的非常多哲理 他非常憎恶统治印度的一族人 在那个时期印度还没有独立 由于小部分现在的斯法米 不从事静坐冥想 这些都是年轻人受过良好的教育 了解当时社会的情况 积极参与争取国家自由独立的运动 我称他们为政治斯法米 他们的说法是 歇求外在的自由 内在的解脱 次之 这位斯法米就是一位政治斯法米 事实上 他就是因为 对于当时国家的情况感到挫折 才出家成为斯法米 他为人可安可亲 但是可以变得叛逆 他并不遵守一般出家人的作息规矩 反而把绝部时间用在思考 如何推翻英国人对印度的统治 这是他生命所追求的目标 有时候他因为辱骂英国人 一天内连续两次遭到逮捕 他惹恼英国军官的方式是 当面出身让他们离开印度 他会辱骂他们 说 你们说的是英文 可是你们不懂文法 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通 帝国政府派来印度的 尽是这种没有受过教育 不是良好家庭出身的人 真是悲剧 有一回我们走在新次郊外的山中 有一名英国军官骑着马 从对面飞奔而来 当他接到我们在路中 呼得乐挺他的马 对我们大叫 你们这些猴崽子 别挡路 他因为扯江神的力道太猛 而摔向马 跌到地面 斯法米对他说 走在这条路上是我们的权利 这是我们的国家 你少管闲事 给我起来 骑上你的马 走开 我不是你的奴仆 第二天 斯法米被逮捕 但是两个小时内就获得释放 当地帮政府的首长 在伦敦就跟他相识 也知道如果关他入狱 只会造成更多问题 在这段时间 我对英国的统治者也有反感 甚至考虑过 投身加入独立自由运动 斯法米对我说 来 我们用枪把这些英国殖民官员 一个一个干掉 他很诚心地邀请我加入他 去对抗英国人 他说 这并不是在造恶 如果有人来到你家中 想要毁灭你的文化 你为什么不能够抵抗 他是我借过的斯法米当中 最奋事寄俗的一位 我幸福的是甘地的哲理 他的存心 以及他提倡的运动 但是我从未参与过任何政治行动 我想影响这位斯法米离开政治 而他想影响我进入政治 这样子持续了四个月之久 他试着要说服我 而我的师父说过 我不可以参加任何政治团体党派 师父说 你来自宇宙 是世界的公民 为什么只认同印度的人民 你该关心的是全人类 你首先要培养出内在的接任力 磨砺你的智慧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然后才行动 狂热地借舍于任何一个国家 即使是像印度这样一个心灵巨国 有视你作为出家人的身份 师父告诫我 绝对不可以参与任何暴力的行动 他甚至预言了印度独立的日子 其后 我和这位斯法米分手 我们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 就在那年 他在喜马拉雅山的库鲁古地 被英国警察所射杀 我待在新次的时候 遇见一名英国传教士 他正在写一本 关于印度文化和哲学的书 他让我读了草稿 我读了大经 他对印度文化 文明和哲学的描述 有好几处根本是在扯谎 他甚至还想要我改变信仰 想引诱我和一位富有的英国女孩结婚 我该改变什么 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 我深爱耶稣基督以及圣经 所以我也喜欢基督教 但此人却让我在心中大起反感 从此以后 我都避免接触那些在印度城市 村庄 山地到处可见的基督传教士们 他们受到英国政府的资助 其实是批上传教士外衣的政治人物 他们会写出这个样子的书 根本是有意试图摧毁古老的废陀文明 废陀文化和哲理是好几个宗教之母 例如印度教 奇纳教 佛教 西科教 而他们竟然刻意去扭曲他 那位斯万米极力反对这些传教士 他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基督真正的信徒 对圣经也不是真的懂 这些英国的传教士 两三百年来一直在试着摧毁印度的文明 但是他们没有成功 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一 印度文化和文明的建设者 及守护者是妇女 二 百分之七十五的印度人口 住住在乡村 一直没有接触英国统治者和传教士 虽然外来的异族人民统治了印度好几百年 但是他们无法改变印度的文明 不过 他们在语言和衣着的改变上 以及引进某些英国人的习惯这些方面 的确有所成功 英国政府有计划的大量 大规模的宣传发行 例如教会机构的书籍作品 印度的作家和学者受到压制 如果他们驳斥这些书籍的论点 或是维稳反对这些宣传的话 就会被逮捕入狱 英国人所发行的这些作品 混淆视听误导了西方的学者和游人 剥夺了他们学习印度在文学 哲学 科学等方面固有的巨大财富 虽然有些西方人士 像是杜孙 穆勒 戈德 对印度哲学中的瑜伽 奥义书等系统写过书 但是一般的西方大众 对印度仍然是充满了迷惑和误解 可以说在阿尼·贝森特 著名的神志学家 曾经答应过印度国会议长 以及约翰·伍德洛夫爵士以前 西方的作者没有老实地认真 写过任何一本关于瑜伽的书籍 在西方的作者中 写印度哲学要以约翰·伍德洛夫爵士为佼佼者 虽然他没有办法如月 替印度所有的经典写书 却把正宗的秘法哲学 介绍到西方世界 直到今日 很多的游者以及所谓的作家 自己没有老实学习 理解 实修过 却仍然不停地在写关于瑜伽 哲学 秘法 以及种种灵性修行方面的书 我觉得他们很可悲 在过去 印度学校所教导的历史 是被刻意扭曲过了的 因此 印度的学生忘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和自己的传统切断联系 就是和自己的义己切断联系 英国人把印度的整个教育系统做了改变 所有的科目都要使用英语作为学习的媒介 每一名学生都被强迫 要依照英国教会的方式去祈祷 既然失去了思想的自由 当然也就失去了言论和行为的自由 不是经由那套英国体制所教育出来的人 不可能求得好的工作 因为经历过这些 我认识到权力可以腐蚀一个国家 毁灭它的文化和文明 要毁灭一个国家及其文化 最后的方式是改变它的语言 英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即使在印度独立30年之后 官方的语言仍旧是英语 因为印度向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本土语言 所以不同的邦之间在过去 乃至到今日 彼此都无法有效沟通 印度各个土邦的郡主 彼此斗争不休 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阵线 这就是为什么 印度在过去几百年来吃尽了苦头 语言的统一 是印度的人民和政府到现在 仍然做不到的一切头等大事 有了优秀完美的语言 才可以产生优秀的文学 才能够丰富文化 教育 文明 印度仍然没有统一的语言 因此不同的地区的文明 到今天还是无法彼此沟通 印度当前的教育和养育方式 应该要根据印度文明的种种需求 而仔细做出调整 每个地方都应该要 新建新式的学校 要鼓励民族文学和艺术的发展 我们还没有好好考虑过 要如何用文学 科学 艺术 教育 从基本上建立印度新的社会秩序 被动冷漠的思考和生活态度 需要变得主动而积极 教育最主要的特质应该在于整合 要能够把各种文化 及彼此之间共同的文明连接起来 你们要牢记圣贤的话 他们教你们要重拾 要利用你们古代历史中 那些对于开发人类思想和文化 有价值的东西 你们该进化学习 明白真正国际化的教育 对印度下一代的必要性 那位来自新式的斯万米 让我明白到 在受到英国人统治之前 印度曾经非常富裕 不只是在精神文化方面如此 在物质财富方面 也曾经积聚了大量的珠宝黄金 印度有很多灾厄是由入侵者带来的 像是蒙古尔人 他们跨过了印度河 由印度西方侵入 接着是法国人 葡萄牙人 最后是英国人 他们摧毁了印度的财政 经济 文化 历史 印度 这个曾经被称为是精确的国家 它的金银珠宝被入侵者截略一工 运回自己的国土 一度 这里的人民富足 贫富差距没有如此悬殊 此外 种姓制度是一种 以劳力分工为准而建立的制度 但是英国人来了就改变了 他们用了一贯的分化统治手段 制造出仇恨 我这么说 心中并没有恨意 只是在叙述事实 即使今日到去到印度的人 也都不了解真正的印度历史 他们不断地重复同样一个问题 假如印度真的富有灵性文明 为什么会如此贫穷 我不是从事政治事业的人 但是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印度这么穷 我回答说 世界上任何的历史时期 都借不到灵性能带动经济发展的例子 这两者是截然不同层面的东西 在印度 宗教和政治一向是分离的 从事灵性修行之人速来不参与政治 这两股不同的力量在印度无法结合 整体的力量自然就会下降 印度之所以贫穷 并不是因为灵性太过发达 反而是因为没有实践灵性 以及不知道如何将灵性 融入到现实生活的缘故 现在的国家领导人 应该要明白这个事实 因为今天的领导人以及民众 对于该如何提升整个国家的水平 还没有建立起共识 所以印度还在受苦 他们对于解决人口问题没有答案 看来也不可能有任何能立竿见影的措施 我认为印度之所以还能够存在 完全是因为它有着丰富的灵性和文化遗产 任何的国家 民族 团体 都有文明的一面以及文化的一面 这两面是不可分的 如果某人在别人面前出现时 总是一关楚楚 他会被视为是有文化的人 但这不必然表示他是个文明的人 文明指的是一个国家民族思想和感觉的方式 指的是他们在不杀身 慈悲 前进 真实等理念上进步的程度 文化是外在的生活方式 文化是一朵花的花 文明就是花的芬香 一个穷人是可以是有文明的人 但是一个不文明的人 纵然有文化 纵然与外在事件是成功的 对于社会却是没有帮助 因为它内在少了那份能够滋养个人 及民族成长的品质及德性 文化是表现在外的 文明是蕴藏在内的 在现代世界里 这两者必须要能够整合 印度的文明非常丰富 但是它的文化 已经变成是一种伪恋版的英国文化 所以到今天 仍然给印度带来种种问题 感谢你的聆听 越喜马拉雅山上的大师们与您同在 亲爱的朋友们 记住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